温馨小提示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好 再来说说电视剧《打狗棍》啊 这一回呢 威子 杨志刚等演员是将热血男儿的形象演绎到了极致 其实呢 在戏里 几位小朋友的演出啊 也是非常的夺人眼球的 而且据说他们还是亲情演出 在抗战大戏《打狗棍》中除了主演威子有大量的动作戏外 其他演员也都可以用硬汉热血来做形容 然而除了这些精彩对决 大刀相向的戏份之外 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还有几个小演员的出现 其实他们也是来头不小呢 这两位小朋友是分别在《打狗棍》中出演马九金一岁和五岁时候的小演员 别看导演郭敬宇和演员杨志刚心甘情愿地贡献出自家宝宝客串演出 可当孩子闹起脾气来的时候 他们也是束手无策 副导演要找我小时候 找我五岁的时候 找了半天 找一个导演看 不像 后来导演说 把你儿子弄来吧 我昨晚半天 我说行吗 我说我得跟儿子商量商量 跟五岁的儿子商量 对 得跟五岁的儿子 好不容易说答应了 弄来了 去了老大牌 去了以后就要剪头 一剪头就哭了 两百多人等着 往那一站 然后我说说词啊 说词啊 不说词 我说你笑一个 我不爱笑 我说这样吧 你打他 就是他对手戏是他娘吗 我说你打他 能打吗 能打 你打他 在炮台 两个人叮光叮光 开始追着我嫂子打 这等于把这场戏拍了 虽说儿子的客串演出不太尽如人意 不过从杨志刚的话里话外 依然能听出对儿子的手度出镜相当满意 而正在上幼儿园的儿子 也没少跟小伙伴们分享自己的处女作 回到幼儿园 老师问他 说你昨天没来啊 我去跟爸爸演戏了 他很旧 感谢观看